大家好 紅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7月3日 大家好 所以仍然有我們 中央文革小組三位領導同志在 大家好 有康生同志 八達同志 還有我的 春橋同志 我們 現在要緊急開一次 會議 就是商討美國的 局勢 因為美國今年 這個 是不是 資產階級選舉 這個資產階級選舉 對我們國家是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要好好認真討論 這個叫做 川普 小特朗普的選情好像有點不利 現在 他跟我們那麼友好 他不利我們也很不利 那麼現在 就是叫做小布殊 這個應該是小小布殊 這個是相對於有個老布殊 因為 這個小布殊 年輕一點的老布殊就死了 那麼他 就說 要帶領共和黨一大群的 以前跟過他的官員 以及 議員 一起 賭歌 我們國內的信義要反水 賭川普 要賭歌投拜登 有票投對家 沒有本土投本土 沒有本土投建制 沒有本土投建制 每個射下海 要搞這些什麼 分裂分子 那麼現在 我們要緊急商討的形勢 是不是美國沒有反分裂化了 美國好像是沒有的 其實我也想提出很久 在這個 小組裏面 我們一直都沒有提出 策反美國的方法 這個要 從長計議 那麼我們 討論開會之前 記得提醒大家 支持 6部曲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通擊五毛 將五毛活摘器官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以及反攻美帝的 Facebook Twitter share 然後還有三項建議 三項建議就是 幫襯黃師傅 吃麵 還有 瘋狂點擊 這些反動的媒體 在我們那裏 進行一些洗腦宣傳 反革命滲透 我們要反滲透 我們要 痛擊他們的廣告 大家看到 抗禁就可以了 我們正式開會 討論這個美國大選 為我們中國帶來的 新的形勢 如果特朗普不贏 即是跟我們早前達成的貿易協議 那就可以作廢了 是啊 春橋那怎麼辦 不可以不救特朗普 其實現在 局勢也挺惡劣 因為現在 新冠肺炎 尤其是由美國 搞起新冠肺炎 令到他們國家死了很多人 這些不關我們事 有些要聲明 這些是密研 USA的 我們撇得一乾二淨啊 我們將關係撇得一乾二淨啊 絕對跟我們武漢無關的 巴達同志有甚麼要說 我們是独機 是啊 沒有問題 現在總之 就讓他們自己互相殘殺 一陣子 我們這些人來的啊 我們有 透露給大家聽 其實兩邊都是我們這些人來的 不過特朗普跟我們調了久一點 沒錯 這個拜登也有辦法談的 因為民主黨 大家都知道 從來在民主黨任外 打仗就很少的 民主黨試過 小黑 奧巴馬 就試過斬首斬了這個 拉登的 你不要以為他還拿著 諾貝爾和平獎的 但是 照樣斬首的 小心點 現在 特朗普完全看不住蓬佩奧 這個人很失控啊 超越人類道德底線 不斷攻擊我們國家 我們已經買通了嘛 買通了特朗普 怎麼知道他們買漏了蓬佩奧 買漏了怎麼辦呢 我們有沒有得到補票呢 沒有錢啊 我們沒有錢啊 上次的傑茨 傑茨德國談的時候 好像談不成了 這個廢物也是沒有用的 這些廢物來的 好了我們 要研究一下 如果萬一這個特朗普真的輸了 拜登上場會對我們 是有利還是有弊呢 如果拜登上場 民主黨那班人 基本上就是 日日就是對準著我國 進行攻擊 你看看眾議院那條 八婆 老乾婆 佩洛西 佩洛西 哈哈哈哈 不要緊 康生同志 我們也很斯文 這些可以罵的 根據我們看的 外交官 交回來的資料 現在在 共和黨那邊 大部分的共和黨主流 其實都不是很認同 特朗普 因為本身特朗普 其實 一向都不是共和黨的主流 共和黨的主流都是軍火商為主 軍火商現在就磨刀霍霍 想做生意 想搞我們 這個很危險 其實我們最大的利益都是 付著給他繼續做 做總統 如果他連任 我們可以繼續買 問題現在出現了就是 共和黨的人 出現了賭過 我也覺得 特朗普控制不了共和黨 基本上 因為其實共和黨有很多派系 布小布殊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派系 因為他們 做了三屆 做了兩任三屆總統 他父親一屆 他自己做了兩屆 做了12年總統 他們本身那個 政商界的人脈的關係 跟華爾街的關係 跟軍火商的關係是十分之好的 還有石油 他們主要都是那幾個 軍火 以及華爾街 這班勢力其實一直都是支持小布殊 春橋同志 我看回我們近日 慣蜂親這些 假民主國家 搞了選舉 我們一介入都一定是搞到一鍋足 上次你看看小台灣搞選舉 搞到一鍋抱 搞到被蔡英文就贏了 所以很多人不發表意見 八達 你說的 我不知道該怎麼搞的 買哪一邊都死了 事實上根據經驗來說 也是的 我確實是缺乏少許經驗 在民主選舉上 因為我們是民主集中制的嘛 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嘛 我們是專政的嘛 我們是拿槍指著他的嘛 哪裏可以讓他選擇的 現在 外國我們拿不到槍指著他們嘛 所以我們每一次 每一次選舉都一敗塗地 上次大大力煽動美國的示威又益了那些黑人 上次 據文就說 在美國的 領事館方面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淹碎了很多人投這個特朗姆結束了 誰知道 以為特朗姆結束了會消滅美國的嘛 誰知道現在呢 天天在玩他們 又說要貿易戰 本身這個特朗姆也相信 談貿易戰的時候 已經是不停彈弓手 陰了我們幾次了 他彈弓手 經常想借錢 拿些好處 小流已經被他搞到一鍋足了 這班英美政客 整班英美勢力 這些政客 這些政客 出意反意 全部彈弓手 整班老千來的 搞不定 我們其實特朗普 我們可以由他的女婿那邊入手 因為他在我們 國家有些生意 我們可以在這邊入手 隨便抓著幾個美國人算吧 其實也可以的 這件事 我們國家其實是一向都做開的 熟手技工來的 但問題是 沒有對著這個 沒有對著這個世界第一強國做過這件事 最多都是 抓他世界第一強國隔離的國家那些 加拿大就跪下了 跪還是不跪 都好像沒有 站得很硬 現在不單止不跪 還說要取消人質外交失敗 人質外交失敗 我們要認真評估一下 一旦這個小布殊家族 真的賭戈 拜登 而特朗普會輸 但是現在共和黨有一個說法 就是 特朗普知道自己大勢已去 他是有機會不選的 他是 現在好像據說彭斯 跟我們談的事情是怎樣 下右檔沒有了他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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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錯呀 你給了贖金 綁戀說我們現在換了老闆 資產階級真是很離譜呀 這些資本主義獨草 騙完一鑊就不斷騙我們人民幣 這些真的是人渣 不過現在 彭斯 據說磨權策掌 他有機會代特朗普去選 這些我們不是太了解美國的政制 不知道可不可以呀 有機會飛夏威夷 又叫飛夏威夷 還是要找一個密使去跟他聊天啊 我怕被人夾著那些人 送一部華為手機給他 我們這些領導 想打電話跟他聊天 但是我怕他 當場地放在地下 幫他安裝WeChat 幫他安裝後門程式 但是我怕他當場打爛那部電話 很沒面子呀 送一部小米 送一部小米 現在印度人也不用 我們有很多錢 現在我們在美國上市的企業 好像不斷被人掃出來 怎麼辦呢 真是 那沒辦法 那你弄了一宗黃金變爛銅 怎麼搞呢 這個國家還成為國家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這樣 每天都在 那麼多這些假東西 你看看我們以往的同志 人家說的 毛澤東的幹部兩袖清風 華國鋒的幹部無影無蹤 鄧小平的幹部百萬富翁 現在的假金 抵押200億也敢死 到底我們 人民幣流去了哪裏 發生了甚麼事 現在我們看的國家也是千瘡百孔 但是我們有沒有辦法盡地一波呢 怎樣一波呢 不如把香港的事情搞大 在香港 大肆首捕美國人 香港有7萬個美國人 我們把他們全部拘捕 封鎖香港 包圍美國領事館 直接衝進去 抓住手 喔 我想到了 因為我記得伊朗人質事件 我怕我們這裏的防空系統有些危險 還是 我們好像圍長春那樣 圍困 圍困香港 不讓他們出 不讓他們入 讓他們斷水斷糧 咳水咳電 咳網絡 現在這個年代 可不可以 是2020年來的 咳水咳電 可不可以 這個要問一下相關部門的同事 我怕美國會動手 這樣 這裏不是伊朗 伊朗在伊朗比較內陸 還可以搞 香港就是 航母艦走過就要到的 我們的防空系統 對他們的導彈沒有很信心 我有點擔心我們的安危 我們的強處是陸軍 不是空軍 陸軍擋空軍 可以嗎 可以 做炮灰嗎 我們的優勢就是人多 千千萬萬的革命同志 人海戰術 我們有230萬陸軍 打了他 還有 8000萬黨員 8000萬黨員打了他 還有香港3萬警察 香港3萬警察打了他 還有18萬公務員 香港那些警察就應該先打了他 香港警察3萬上司 人工最高是你們 還要求剛才小長揭露你 竟然有人打算拿BNO 這個不行的 現行反革命 這些是無期徒刑 剝絕政治權利終身 拘捕了太多人了 沒有人要怎麼對抗美帝 放心 我們國家有很多人 不是 應該是這樣 就像當年韓戰那樣 就先找那群朝鮮兵推上去 香港第一件事是說3萬警察先打了 金與正 縮了 我們應該先把3萬警察先打了 警察打完了 就18萬公務員繼續上 全部打完了 我們從廣東抽調 公務員來香港先撐住 之後再慢慢打算 到時再考慮 好不好 廣東軍區會不會有危險呢 會不會真空狀態出現 也不會的 這裡那麼少人 我們國家 有得是人 而且我們還有800萬餘備役 不怕 今天結論是怎樣呢 不是說特朗普嗎 是呀 剛剛不知他已經去哪裏了 特朗普呢 我以為他也會凶多吉少 我們不如試試想辦法 珍惜資源 不如索性買拜登 不如索性買拜登 他就做了啦 他就反船了 他就反船了 加關稅 那些白人也是靠不住 那些白人也是靠不住 原本想著推他上去 他會搞死美國的嘛 現在是大大力搞我們 為甚麼每次都變成梅力鏢呢 我們 在民主選舉方面 韓國魚條粉搶了我們那麼多錢 那個沒辦法了 連高雄也丟失了 在橋頭埔也丟失了 高雄的人叫光復高雄 那怎麼辦呢 香港的人也有照跟 我們也是 我們也是 沒辦法了 這個會開不了下去了 太難堪了